光天快日之下竟然發生非法禁錮事件 受害人還要是被困自己家 我們收到報料在西貢斬竹灣村發生一宗奇怪事件 一棟村屋的門前空地突然出現大量舊貨櫃箱 還有人用圍板封起一條路 令到居民出入不到,困在裡面 大概三個月前 就將一些很熔熔爛爛的貨櫃放在這裡 有勾又生收,裡面有很多垃圾 我們村民都非常驚訝 也都投訴了很多部門 但很多部門都隨便回答就算了 忽然有一天他把貨櫃裡面的垃圾搬出來 搞到環境搬到自己私人土地 搞到環境更加差 在十三號十月就連道門都鎖了 變了不可以出入了 鄰居進去拍照 但我就沒有爬進去 因為他看到照片都這麼艱難進去 那豈不容易跌倒了 這條路這麼窄,見到整地都是垃圾 又有木條,又有膠桶 只要回家,要不需要像障礙菜一樣 我這裡租客,在這裡住 兩個字形容,惡劣 要天亮出門口 天黑前要回家 還要避開所有障礙物 還不可以買粗重物 只可以輕生上路 不能出路只有一條路 一日就爬,一日就捐 搬進來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開揚,很好的環境 現在變成這樣 我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其實除了出入不方便 條路封了還會引起其他問題 如果裡面的居民要叫救傷車 或者消防車是有問題的 進不去,你們要喉不夠長 還有怎樣抬人出來 還有我們後面是一個森林 經常會發生火燭 我覺得政府就要跨部門處理 立刻立刻開一條路 直接回家 究竟為什麼會被人封了一條歸家路 我們會繼續跟進事件